好了好了 走了走了走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今天外边太阳不错 我带我家的狗出来上个布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家周边的环境 我住在布鲁岔旁边一个小镇上 然后这个小镇非常安静 基本上是人都没有 也车也没有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 整条马路基本没人 虽然我在比利时 感觉就像在国内这种城市一样 马路上都没人 比利时现在没有疫情 比利时这里之前发现了一例 一例新冠的病例 但是已经痊愈了 已经治愈了 所以说比利时现在暂时没有 但是我这边小镇比较安静 基本上是没有人的 比利时本来就人口少 然后现在这里的话都没人 有可能是小地方的关系吧 好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比利时小镇上面的环境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街道上面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在街道上面走的 车也没有 人也没有 现在带着我家的狗出来散步 比利时现在这边天气不是很冷 有十度左右 现在是二月份有十度左右 天气不是很冷 今天出来我带了云台出来拍的 这样子拍的话会比较稳定一点 有一辆车过来了 散了半天步只看到一辆车 这片小区非常的安静 这边都是一家人家一栋房子 是这种 这里一栋房子就是一户人家 这里也是 一栋房子一户人家 这里就是一户 然后这是另外一户 基本上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一个车库 然后有停一辆车 然后每家每户前面有个小花园 然后后面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花园 这边在后面 陪我家狗出来散散步 这里有一个人 左上角的一个人 你好 是不是很安静的地方 如果我不说这是欧洲的话 大家是不是感觉以为 这就是国内的哪个城市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马路上都没人 其实我这边一年四季都这样 人比较少 然后就是 基本上看不到人 然后一天 如果再看到人也是出来散狗的 基本上马路上都看不到人 大家看我拍了这么久 基本上就看到了 那样子 我会有一个人 看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我家前面有一个牧场 牧场那边有羊马 等一下我带大家到前面牧场里面看一下 那边有羊马 等一下我带大家到前面牧场里面看一下 那边有羊马 好不容易在家里一阵草 这边也是 这样我身后这个房子 这样一栋就是一户人家 旁边那一栋就是另外一户人家 一般情况下这种房子都是 三十一厅到四十一厅 有的地方是四十一厅的 然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车库 车库前面有一个很小的花园 然后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花园 然后我们拐弯到马路对面去 看一下那边的 那边有一个小的游乐场 然后小的游乐场 就是一瓶子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马路去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牧场里面有没有马路 好 沿着这条路一路往前 前面那个小山坡上就是那个牧场了 就是我说的那个牧场 感觉好像今天没有看到马 我们再往前走一下看一下 哇 这里有辆保时捷 哈拉美拉 再往前 这就是一户一户的人家 比例是很多这种这种这种样子的房子 一户人家就是这样子 一户一户的 然后有个车库 基本上每家每户下面都是有个车库 一般都是有三层楼 好 往前 今天天气不错啊 蓝天白云的 比利时天气好的时候很少 比利时基本上天天都下雨 很不喜欢 看到一匹马了 前面有牧场里面有一匹马 前面那边有匹马 我看到了 好 这里又有一辆德斯拉 德斯拉停在这里 继续往前 是不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再走了半天了 都没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上的 车也很少 人也很少 好 马上到前面那个牧场了 来看一下前面 一匹马 两匹马 哇 好多匹马 大家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哎呦 哎呦 我家狗把我勾住了 这就是我家的狗 它是比熊哈巴内的一种 养了很多年了 也养了十几年了 养了十几年了 已经算是老狗了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边有两匹马 还有一个挤马的人在那边走 哇 今天这个草地有点泥泞啊 之前前两天有下雨 下完雨之后这草地就现在非常泥泞 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两匹马 我家这边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家的花园也是正对的这个牧场 所以说有时候在家里都能看到马出来 上面就是房子就是那个牧场的房子 那边有两匹马在机场 然后那边有个提马的人 在远处那边有个提马的人 我家的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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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一片游乐园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足球场 好 现在回家 遛狗结束 这就是这片 看出去是不是非常舒服 因为看出去很广阔 一片绿的 蓝天 白云 绿色的草地 还有马在吃草 好 回家回家 走开车 我家的傻狗 带他出来放风的话 他最开心的 在家里关的 他老是要叫 所以说带他出来逛一下 这样的话至少在家里不会叫 好 总算看到一辆车了 奔驰死一喜了要是 这种 我家这边这个城市 你走在大马路上都没关系 因为没有车啊 你不怕被车撞 每十几分钟才有可能才看到一辆车 所以说在马路上走 都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走轮行道 就是这么安静的一个城市 这边有个邻居 公秀 他是土耳其人 这个是有参与那种 曲特夫选举的 也属于是一个官员 住在我们家对面的 公秀 到我家门口了 这边就是我家 也是三层楼 然后这边有个车库 前面停一辆车门口 前面两人 把车开走 就我的公司车停在门口 这就是我家 开一下信箱 信箱里有信 看一下 哎呦 好把信拿出来 关上信箱 好回家回家 今天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家门口这个小区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 点赞加分享 拜拜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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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